好, 今集《菇佳》 请来这位朋友真的很酷 因为我们也会存书 但我和范侯是存什么呢? 写真集或者漫画 但他存的东西是特别有品味的 是存一些教科书 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 就是教科书收藏家Joe 你好 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存了这些教科书 现在已经不用来做教材了 这些全部是战前的 是, 没错 其实是因缘巧合的 因为我先存玩具开始 香港以前没有玩具店 买玩具的地方 通常会是物具店 或者自责店 书局 自责店也有 中秋节的灯笼 都是自责店 所以我在收玩具的同期间 就收到教科书 其他物具的东西 哦, 顺便收 顺便收 但是Joe 你吵吵吵吵吵这些教科书 发现背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呢? 其实 我想应该这么说 其实故事一定有的 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它反映到不同时期的历史 比如现在面前看到的 战前的教科书 比如我手上有一张 就是在清朝文武百官 要考的 这张真的是当年有用过的一张 这张是映人的 你真的那张就不可能 真的那张很大张 其实叫星官图 缩小了 什么星官图呢 就是说以前要星官发财 那些人就要考 藏元及弟侍郎正宗 很多不同的官阶 是 那要读什么呢? 就读这些 四书五经 就是考哪个的级别 就要读不同的东西了 这些其实从哪里找回来的? 是在那些村子挖出来的 还是怎样的呢? 两样都有的 有时候有些是在香港那些 旧的书店 另外也在上海油麻地 上海街 以前有个阿伯的 现在重建了 他在那个空置的地铺 是一个书山 我想很多香港寻旧的人 那不是书店 不是做生意的? 不是做生意的 即是可能是业主 可能recycle paper 那些手指 那个荒废了 他有很大量的书 那我们可以找到那些三几年 二几年 还有日战时期的书籍 不是做生意的 就是你去拿 你可以给他钱 你不给他钱 随缘落座那些 因为说是一个书山 他从哪里来的呢? 那些园园 他是以前回收回来的 他本身是一个文章 就是断根计 孟子李伯是一些朋友 譬如你说这些寻书 已经是这样的 孟子若自暴自弃者 不可予有为也 这些全部是文言文 是的 但我这一本 也是类似你的包装 因为这个包装就是 以我们中国很传统 很经典的一个线装 线装书 是的 我们小时候写的大字幕就是这一本 但是我看到这里很有趣的一本 虽然是这么旧 但是发现了几件事 第一 以前的人应该是没有什么近视 这些字的小到这样 怎样看呢? 很小的 很难看的 散光老花也是少的 没错 以前不是有线装的吗? 没有的 还有那时候有英文的 所以这本书 就一定是给一些有文化的 官街或者可能家里有钱的人 可能是带头鹿衣 那时候不是有羊毛运动的吗? 其实甚至可能因为这样而学习英文 他突然很教育便笑 羊毛运动 是的 甲午战争 那这本是给什么时期呢? 他写一个幼校故事 幼学庆立 其实那是小学初班 小学初班 读得这么深的 很深的 里面的一些 在英文里面是财政掌 然后全部都是政府官家 以前的人这么有文化就是这个意思 古代有多伟人 除了这些书之外 然后有什么是特别的呢? 你存在战前的教科书 这些是去到文国时期的 那些是三世书 你看到一打开是什么呢? 我最喜欢三字经 是的 是不是可以的? 这些什么人之初 性本线 这些 杂伤近的 这本是战前 不是斑印的 不是的 本身是战前 没错 但他当时也开始用钉书机 是的 有骑马钉的 骑马钉 接着有什么特别? 我看到有些 譬如包装印刷得很精美的 封面 在上海的时候 创立了很多东西 那么多 漫画这个字怎么来的呢? 都是由风子海先生 从日本留学的时候 将漫画这个字引进了中国 他有没有机会是手宠自从的 师兄或师傅呢? 他是触狗梦仪的同弟 触狗梦仪是哪位呢? 触狗梦仪就是手宠自从的 仙辈的仙辈 先生 很高 一幅子海很简单的一幅画 都随随地拍卖十几万 这个其实也 这幅不是真职 印刷品而已 不值钱的 这些战前的教科书 其实除了收藏价值之外 有没有实用的 譬如买卖的价值呢? 我知道在近这十年 在亚洲地方开始兴起 甚至注重了一些 这样的旧的估值的买卖 譬如每年香港 都开始有一个旧的估值的拍卖会 但是政府有没有什么机构 譬如知道 你除了你之外 你也有很多老友 都是保育下这些 有没有机构会 你们这么多这些 我拿来看看 我怎样去整个博博馆 有没有这些 政府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你发觉大部分做这件事 都是我们民间 围内的一群朋友 我自己是其中一个 你自己想 你又完全不会卖的 人家出多少钱 譬如我真的很喜欢三字经 一万 三百万 我拍人一半给你一万 你也不会卖的 是的 但是你不卖 你以后八年龟佬 你打算怎么样 这堆东西 再想 看看政府到其时 他的决策 或者对文化的尊重有多少 我觉得是 希望这一集 康乐文化及事务 你还会看到 Kuga的粉丝 对饮食当然是有要求 小子一粒糖果都是很讲究的 但是中东的糖果 你有试过吗? 这家位于九龙城的糖果店 专售各类来自中东的糖果和朱古力 老板是敘利亚人 在当地自策工厂 口味正宗, 够很特别 好, 吃过不同的糖和朱古力 但是中东的糖果店 可能大家还没吃过 今天来到这里就试试 中东朱古力 你好, Penny, 你好 阿胖, 你好 想问一下这里这么颜色 五盒绿色又看到它的起字 相信是结婚用的糖果 是的 介绍一下, 这么多颜色 有没有代表什么呢? 阿佑 其实颜色没有代表什么 因为是喜庆 所以来说就会很开心 不同颜色 比如品种有很多 其实味道只有两个 两个 为什么说这么普通的呢? 因为很多人收到这么漂亮 这么颜色的朱古力 摆在一起吃, 盖在一起吃 是的 所以来说就不是放果仁 或者放其他东西 就会因为香港的天气潮湿 反而意外的果仁 是的 只要朱古力加一点威力 就会保存得久一点 是的, 因为不捨得吃 可以放久一点 但是香港, 例如做礼物 桌面上一人一粒 十二人一人一粒 一围12粒 对, 但在中东那边是怎么样的呢? 中东其实不会一粒那么少 通常用盘子 整阶放在行李里 整阶放在行李里 大家喜欢拿, 也拿一粒也可以 或者我不能拿两粒 外国拿三粒 因為它真的很漂亮 香港人不行, 真的不行 真的一團掃光你的 可以, 拿一個袋子掃光也可以 好, 我想試一下, 試一下這顆 白巧克力, 你說金色那些 是的 味道可能就普通一點 草莓是純朱古力 純 其實從小到大, 吃朱古力也是吃甜的 是的 但是在中東來講, 又有咸的朱古力 為什麼會有咸味出的呢, Penny 這個也是我們中東廠 特意為我們店去做的 因為, 你知道現在香港很多人 都有糖尿這個問題 我曾經有個客人, 他們來買 他們都是買來送人 我說為什麼你不吃呢 他就說, 我糖尿吃不到 我就跟他說, 好, 你吃不到甜 我下次做咸的給你吃 我們後來真的, 又可以想想 就變成我們廠製了咸的朱古力 咸味朱古力 第一次聽就沒吃過 但做法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加了點鹽 以我所知, 其實它的鹽是沒有加的 但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喝過 好的鮮奶 那喝下去, 它就有些甜 就是甘甜那種的味道 那變了它可能… 新鮮的, 剛剛那隻牛 拿出來就一拿起酒就喝了這些 其實鮮奶也要煮一下才有細菌 有細菌 不是現在 但起碼是很新鮮, 很第一層吧 對, 就是濃的鮮奶 不如你試一試吧 你告訴我味道是怎樣 因為我說了鹹 鹹朱古力, 第一次聽 如果你不咬它, 你放在嘴裡 慢慢溶, 它會很滑 對, 你說很加糖 但一口咬下去就是… 你會覺得是朱古力味的表面 好像沒什麼味道 慢慢咬下去就會化了一些牛奶味 對, 很濃烈, 吃了整個口 很香味 像不像芝士 那種芝士味 但是慢慢的… 鹹味就開始… 對, 現在正在增加了 對, 真是神奇 沒有加鹽, 但是… 天然的 如果大家有任何自潮自孤的玩意 活動、潮密或者地方推介 隨時電郵給我們 詳情可以瀏覽這個網址 隨時電郵給我們 平時電郵給我們 可否 錯 對 對 無部分